我 欸 方琪 你看 爹還一隻四個 男女生好可愛 不會吧 你看錯吧 那個是男生欸 閉嘴 你媽說我就是為了讓我認識 說你的愛人女生 你發行錯已經太適合你了 我不管 我等一下要去打算他 我明天要去打算他 我後天要去打算他 我每天要打算他 我打算他全家 那我打算他誰 對不起 我能不能笑話 所以這算什麼是發情術啊 發情術嗎 那我們就歡迎 化學上帝和虛光頭所帶來的 花青術之性子探討 謝謝 謝謝 好 好 我們今天要講 主題是關於 歡桌性子探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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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裝出電話 其實 接下來就是有部分 我去 然後這是我們是做出來的 接入 然後這是不同電局 然後這是搖環的 結果 然後這是我們 結論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在水、酒精與米銅 等 機器咬進中可以發現 他們都會被 好快速都會被他們帶頭 所以我們對稱它是為機器盆子 然後 不刀乾 所以它乾與切齒皮 跑出來的顏色 變成我們常見的 紅色指針 覺得應該是固執的緣故 然後 影迷的拉招 會發現他們沒有辦法 所以這符 符合我們的運動 是 紅色指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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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影的時候 竟然可以帶著 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有可能無視化清楚 然後 數字測試結果 我們發現 負著力最好只會 綠子 數秒值 但是 數秒值 一大 之後 綠子來追接下來的時間 然後 我們剛剛可以發現 落神花的 四指教育 教育 而且 應該我們 應該我們 預測 1.1的效果最後 所以我們推測 應該是因為 負著力的問題 然後 氧化環圓反應 不管是哪一個反應 在 那個 發氣速的產物在四百元之後 是值得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推測 它的氧化 再一次 的細光子會四百 然後 對 恩正式 恩正式多長 然後 然後 我們剛剛 最大的問題就是 量化法的金屬 定量化清楚 因為 化氣速度 第一 化氣速度 第一 化氣速度 第一 化氣速度 第二 第二 它的顏色非常不固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推 那個 使用一個方法來 定量 然後 我們剛才可以看到 做神話的選擇效果 不固定 所以我們 希望可以 附著力增加 然後 並增加它的選擇效果 然後 再找 謝謝 謝謝 感謝 感謝 學生商業老師 感謝 媽媽提到的同學 感謝 第一次帶來的父母 要改的事太多了 感謝 你去改天吧 要是我們的 太多了 不如新鮮吧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 1个肚子 3个肚子 3个肚子 4个肚子 诶 你在干嘛 可能看我们要几个胖子啊 所以你是在属肚子咯 没错 我就是在属腹 那我们欢迎属腹喜欢的模式之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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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長的慾光帶於紅光帶於淡光 結論只會來展望 結論屬夫具有復屈光性 虛失性 而且虛失性影響大於復屈光性 我覺得是因為屬夫的保險能力差 而水是原植生理功能的重要物質 因此虛失性影響大於復屈光性 屬夫會圖廠的時度為25%到30%的屬性較高 熱色光圍屬庫的區域為替光帶於紅光帶於淡光 未來採訪 希望希望能進行更多屬夫的三關實驗 例如屬夫的保險機制的探訪 以及屬夫的消息多了的影響 感謝 感謝齊全老師的指導 感謝屬夫們的脈絡 感謝同學的指導 感謝在臺下的營養主持 謝謝 觀眾朋友 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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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 觀眾朋友 來…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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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需要提問單的 就到旁邊中座人員領主 因為提問單可以用來抽獎 所以希望可以踏躍提問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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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運球也太猛了吧 可能是過猛 欸,那我們要怎麼馬手他啊 他有雙腳吧 好,那就雙腳他吧 運球過猛 雙腳 過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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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讓我歡迎下一次組伊絕麗瓜長足跡測試 跟我分享給我,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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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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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 3 2 2 請問請問 大家好 我是 簡易高強度機 還好過我們三家的 兩號二十百年 我是劉瑞瑞 還有假的 是這一句 我們的研究主要是 自製一台電力的光像粒機 另一探討其實用性及效果 而在運動中有許多的畫源反應 牽扯到顏色的變化 常見的有氧化反應反應 就是當某一個離子得到或失去電子後 變成立小離子 通常會牽扯到顏色的變化 然後我們的實驗是 以過補生甲氧化反應來進行檢測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動機 在高中的化學課本中 有一個實驗為瞄表反應 就是用肉眼來觀測 實驗中容易顏色的變化 然後計時計算起反應速率 但是我們認為用肉眼觀測 物差左右較大 如果使用機器來檢測的話 是不會更加準確的 因此我們延伸了製作這架機器的想法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研究原理 首先第一個是第二定律 第二定律呢 就是光的吸收度 與物質的物質吸收吸收 還有光進場 太陽的物質三者會成正 光進場就是 光穿熱物物容易 所走的這段錄進場 我們的研究是固定光進場 來進行的實驗 而當物質的能量度月大 其他人他的顏色月的設定 光區 穿透科學的光會更新 反之是穿透科學的光區轉移 再來第二是 它扭著橫光一片左右 這是我們自制的一個感光陶件 它可以接收到光源 並呈現其光強度的大小 它的光強度的大小會用 電壓值來輸出 當地壓值決打擊代表 偵測到的光強度月前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講的是 點六落成的方法 我們先支持我們的 簡易光坦貴的出現鬥性 然後這也是我們的 光明電池 然後我們可以用 光明電池所來吸收 光不同 光強度使用電池 然後我們用方向用來 輸出出現 然後我們 吸血就是 然後另外外掛 製作我們按一下 我們用深磚看來的指甲 然後在一邊 裝上LEE 然後在另外一邊 貼上我們的光強度接收器 然後我們來的中間 是我們在這裡 螢光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外面是 進化我們的電源供應器 來提供我們的LEE 燈電池 然後在檢測 中間是我們 在這裡 螢光的位置 然後我們在外面是 一種 第一個就是調整流利 那樣 然後 接收到的素質 那裡 方便有輸出 那裡也就是流利 然後我們 我們由三種情況 來先來 投入一下這台 簡易光強度 PLM的 效果是否合理 第二個是我們 裡面沒有攻擊的時候 這個是裡面 有風水箱的時候 我們會拆一些 用風水箱是怕 那些壓克力材料 可能會將我們的光源 進行折射 然後讓我們 光源電池沒有要好好的 接收到 整個光源 然後另外 在加水壓克力水箱裡面 也是一樣的 好 我們現在我們研究結果 你們在 我們的 我們的 光強度越低的時候 所覺得到 電壓跟低 越高的 電壓值有點大 差不多了 我們的力氣 另外在 裡面有風水箱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效果 對 在加水壓克力水箱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 我們可以注意到 在 25伏特這邊的時候 25伏特 變壓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是前線線性 可是在25伏特之後 我們的數值 有一點 向下來見 我們懷疑是不是 電源供應器 它的地方 和電源不相同的 所以接下來 在做 我們要懷疑時間的時候 我們所懷疑的電壓 就是25伏特 好 這時候我們已經做結果 我們 我們 在我們的 功能參加 我們速度越高 然後 它們擋住的光線越多 所以 所以說 我們的 光彈度 就會越低 然後 我們越低 越低 顏色越淺 然後 它的 幾件體質就越高 然後 如果我們在 綠化牙 也會還原季 然後再次 功能參加維持 反應的實驗 然後 實驗剛開始 因為功能參加的顏色 到 反應之後 功能參加 可能整個東西 它呈現不色 所以說 我們的 很濃度會很像他 很像他 很像他 然後 首先看來講 這次數位我們這次 用120個分數分數分 然後 下單數為 200個分數分 我們可以觀看它的 血率不一樣 代表它會不會出於不同 所以說 這 除了我們這樣 核戰之後 沒有包含有什麼 好 我們的結論 就是 簡易通常固域 它 最適合的材料 而且非常簡單 好 相較於 通常固域 然後 它的使用也方面 然後 我們的Ig效果檢註 它還有 D 然後 它 所以 它 然後 反應時間 就要 好 接下來是 感謝 Severry Parn 所以我再發電視的壞掉 感謝 趕緊有緊張到 消費的動力 感謝 小燕姐姐出來的包裝 但包裝都沒有 QQ 感謝 家具人持久 還沒辦法 又咬幾下 因為我也要倒肥 感謝 臭菜麻 都要用 感謝 有時候要用臭 就是上半茶的支持 好 然後再來 感謝 這個 謝謝 謝謝 拍攝 謝謝 拍攝 謝謝 謝謝 拍攝 謝謝 拍攝 謝謝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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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ing 對 四軸飛行 讓我歡迎四軸飛行器 穩定路線探討 訊號輸出於走移場 那這個東西 讓四軸飛行器 讓四軸飛行器穩定的重要優勢 如果要四軸飛行器穩定 首先我們要四軸飛行器穩定 我們利用的是這個飛行器 指的是比例下 簡單來說就是 我今天 我的四軸飛行器被我玩 我就補償越多 我還讓他 還讓他回正 那這樣的話 很快就遇到一個問題 他 當他的便宜很小的時候 我的補償會很小 那到最後 他還順便讓他回到 拍攝不穩定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我利用的是 基本向的部分 那基本向可以 隨著時間越多 他的量可以越來越大 那可以來突破這個 這個頂級 那最後 這是文分項 那文分項的風用主要就是 我今天的遙控器 沒有人影控制遙控器的話 會有點延遲 那我透過這個文分項 先來代替我 代替我來操控的東西 那 首先我的時間分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靜態測試階段 那可以看到上面 上面怎樣 分成的馬達1 馬達2 馬達3 馬達4 那我在這個階段 進行實驗的時候 我會加一次我跟一起傾斜 那馬達1跟馬達2 是較為上方的兩個馬達 然後3分4的 是較為下方兩個馬達 那就是我的時間流程 我就是調整它情節角度 然後我看一下電源 解開油門 然後等到那個數值穩定之後 把數據儲存 然後傳回電子 那我現在解釋我 我所測量它的數據 就是那個PWM訊號 那PWM訊號的話 簡單講 它就是透過 太肉兩種狀態的切換 它透過很快快速的切換兩個 太肉的狀態 藉由他們的比例來調整整個電壓 然後我措施的工具 我實驗的工具是用 Visual Basic的這個 語言來寫程式 然後再搭配下RD1 Nano 來進行硬體的測量 然後這個是 實驗結果的其中箱圖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馬達1跟馬達2 然後是在底下這兩條沖連線 那馬達3跟馬達4 是在上面這兩條沖連線 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是說 位置較高的兩根馬達 它的補正是比較小 然後位置較低的兩根馬達 它的訊號桶是比較大的 那這個是符合常理判斷的 那接下來第二個 飛行階段測試 那這邊的話 主要是讓它面積在空中 然後我去看它穩定 這四根 這四根就是 去工廠加工出來的軸壁 然後這個是我的實驗流程 首先是以後面測試飛行 然後加上回電腦之後 再改變它馬達的桶位 那至於我調整軸壁長的方式的話 這張圖是軸壁的設計 可以看到是上面有三個桶 那這三個桶就後面在 這每個桶是一樣的 然後都是可以用來裝馬達的桶 這個時候我透過我更改馬達的桶位 來達成調整軸壁長的軸壁 然後這個是用來將 將實驗數據可以 可以即時方位電腦來進行處理 會方便我進行實驗 那左邊這張圖的話是 是無線電的傳輸模式 然後右邊的話是擦射電的程式 然後傳過來的數值包括了這三個 RAW、Pitch跟耀 那從圖面上可以看到說 RAW只是在前後軸這個軸上面的旋轉 那Pitch只是在左右軸上面的旋轉 而耀只是在水直軸上面的旋轉 那因為我認為穩定度是跟水平的 水平的偏重有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這邊我就是不考慮耀酒的影響 那有了肉質跟Pitch之後 我希望可以把它們疊加起來 進行比較方便的重整 然後這邊透過的是 用空間向量算出來的公式 來將肉質跟Pitch串成一個立體角 這個 接下來我要說明的是我比較穩定度的方法 首先可以看到兩組是 加速度跟 背景姿態的點 那我首先 我依照加速度的族行 加速度的族行 加速度的族行 時間都會 變好幾個風 之後呢 我去比對每一段風的時間底下 它的飛行姿態度是有超過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如果有超過的話 我會說它這次不穩定 這個同指所有過年的次數 然後算它的比率 然後這個是實驗結果 可以看到的是 10公分 20公分 30公分的 的實驗 的不穩定比率的話 它們的排序分別是 20公分 在 20公分小於30公分 在那邊小於10公分 那在這邊我推論是 4軸幣 其實跟軸幣長的影響就是 軸幣越長 它越穩定 但是可以看到它這邊 軸幣都要30公分 可是確實20公分還要不穩定 那我推測的是 因為它 製作軸幣的材料也沒有彈性 所以在 在這期間過程中 它的彈性反而更造成 更大的狀況 那我會來講 我希望能夠尋找 在電影前進 能夠檢查 碼的 或其它一部分 是我會做正常的 然後再來就是 希望可以改用 彈性比較低的材料 來做我的走遞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剛剛給我 說定10公分 後才會有30公分 現在希望可以 在企業的變形 然後比較好 比較好進一步的 推測它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就是 希望可以 重量分布 對於它穩定的影響 那現在我要感謝 定律指導我的 鄭先生老師 還有庭中技術資源的 徐治騰學長 以及 其中臨時 避風港的 宿端教室 還有到目前 還有炸藥的東西 跟通通被我給來的 社團系統 那 要卸人太多 那卸天堡 要給他做太多 那改天堡 然後我幫大家 就到此前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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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